我們看到殉職的司機員袁承收 他在今天早晨已經完成了火化了 早上之後我們也看到 贓東部長林扎龍前往林堂 丹西下跪至上了悲哀致意 也表示將會盡力來捐取最高的輔恤 那麼台鐵首例派出了專用列車 要護送他的骨灰回到台中來進行攻擊 這艘專車將會有資深的司機員吳長志 護送他的骨灰還有家屬回到老家台中 他也表示真的非常難過 非常感慨 散禮上殉職的司機員袁承收的妻子 跟姐姐依依不捨的鞠躬送別 因為袁承收在六號早上進行火化 英勇的他終於完成任務 穿著最愛的西裝下班回家了 一刻到最後一刻 所以這個是因公殉職 好 交通部長林家龍一早現身袁純修林棠 向家屬單膝下跪 除了表達歉意也欺佩他為了降低傷亡 所做出的一切付出 初步調查顯示列車開出隧道後 袁承收在看到工程車距離大約只有一百公尺 破百時速的高速行駛下 只有短短幾秒鐘能做出反應 但仍盡最大的努力 多此鳴笛還有煞車 也強調袁承收 因公殉職將會爭取最高輔恤 袁承收的遺體在花蓮慈雲山火化處理後 考量還要回到家鄉台中進行公寄 台鐵首開先例 派出專門列車護送骨灰 協助袁承收順利下班 執行護送任務的十年資深師基元吳昌志 對此趟任務心中無限感慨 泰魯閣號事件讓駕駛員內部氣氛低迷 對此台鐵將在八號請所有員工 積賞黃色絲帶 還請駕駛員明滴致意 以響車雲霄的列車奏音 對原群修致上最大的敬意 記者綜合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